八九年的二十三題 如果現在有兩個 concentric circle 如果現在ADOEB 好像波伊波羅面 和CGFB是直線 那他問什麼? 他問以下哪一項一定適合你 你留意一下 你第一個想法就是 究竟AD是否直徑 是否呢? 是的 為什麼? 他穿圓心 而你又碰到圓周 那這兩點還不是直徑 他忍悔地說了是直徑 所以想起直徑的時候 第一個想法當然是半徑 好像沒有半徑 但我們還會知道有一個定理 是angle in semicircle 所以這個是直徑的時候 這就是九角度 同時我們看著細緣 DE也是直徑 所以這就是九角度 就不是 小心點 這個G不是連著E 所以這個不是九角度 這個不是九角度 小心點 所以第一件事問你 AC是否平衡DG 那不是的 為什麼? 因為這隻也不是九角度 這隻不是九角度 我們怎樣才會說它是平衡的 同位角 好嗎? corresponding angle 這個也不是 這個應該大於九角度 所以不是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說它是平衡呢? 一錯的時候 其實這一題來講 你應該圈到答案是B 這個就是以前出卷的弊病 很容易圈到答案 一錯二對 也不需要看 那三就錯了 你會很明顯發現 以前的卷法很好做的 我們也要看看為什麼是對 第一件事先 那它說呢 BF是等於CG BF是等於CG 那為什麼一樣呢? 證明如果BF等於CG的話 這一題呢 反而有點難度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會利用以前 我們在初中學過的 intercept theorem OK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就假設 我們假設這裡有個圓形 OK 那我們拉出來 OK 那這個因為是垂直它的 對嗎? 這個呢 就會垂直BC 因為呢 我們說radius 是會垂直角 bizect角 所以bizect角 那就是說呢 這兩段就比較平分了 但是 OK 我們會知道 這兩條線是平衡的 為什麼? 剛剛我們先說完 corresponding angle 同位角 那所以 原來這兩條線平衡之餘 平衡之餘 intercept theorem 再跟我們說 如果它真的這樣平衡的時候 而這裡是1比1 OK 這裏 OA是1 OE OB是1的時候 平分了 因為它是半徑 那時候呢 你旁邊這一邊都會平分了 就是 這段 和這段 都是1比1 那你想一下 原來這裏是1比1 對吧? 那這裏都是1比1 就是大家一樣的長度 那這裏是2比1 就剩下一樣的長度 那就剩下一樣的長度 那所以呢 2就適合了 到3了 那它就說 AEFC 是concerted 那我們先看看AEFC AEFC AEFC 就是這裏的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連起 FE的話 我用另一隻色的筆 如果我們用另一隻色的筆 那 那 ok 那 如果你要是concerted 的時候 就是在說 你對角加上要180度 就是這樣 然後你對角加上要180度 就是這個角要90度 ok 這個角要90度 那你就想一下 那這個角有沒有可能是90度 即是FE這樣連下來 有沒有可能是90度 那你想一下 其實這角是怎麼可能是90度 因為呢 你如果畫了一個直徑出來 ok 你畫了一個圓形出來 那然後它又是直徑來的 這個位置 這樣的話 你想一下 你的FE在圓形的上面 你怎樣都不會拉到一隻90度出來的 因為如果你是90度的時候 這個才會是90度 那這個怎麼會是90度呢 那這個怎麼會是90度呢 所以這角沒有可能是90度的時候 對角加上一定不是180度 所以它就不是一個concerted natural 那所以3就錯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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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y 謝謝 吧 謝謝 感谢观看